的確是的 因為說老實話 大家都常常會很擔心說 台灣電影的潛途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尤其是我們現在都要面臨一個更大的市場 叫大陸市場 所以其實每個人心裡都有很多的不安 迷失或者嘗試什麼都有的 那也不太知道到底什麼地方有什麼口味 應該拍什麼樣的題材 大家都在摸索當中 可是我自己一直都覺得說 拍電影其實還是要忠視你自己想要拍的故事 當然我也不會說 你們拍所謂的商業片是對或錯 沒有什麼對跟錯 就是你自己選擇你自己走的路 那我覺得自己到了這個年紀 還可以有多少年可以拍戲呢 是不知道的 還有多少時間或者還有多少經歷可以拍戲 都是自己不知道的 所以我很希望能夠在我還有這些經歷 還有這些能力的時候 來說一些我想說的話 我看到這個故事我感動於就是說 這個男生他有這麼多話想跟自己的父母去對話 然後他就是不敢 他的真實生活中他的父母都還存在 為什麼他還是用這種魔幻的方式與他們去對話呢 那可見有多少的人在真實生活中是無法跟父母去對話的 或者反過來說有多少的父母不懂得怎麼跟孩子去對話 這些都是很可惜的 都在我們中國人的這個社會中不斷地在發生 那到有一天當我們真的是想對話 而對方已經不在的時候 那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遺憾 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夠在這樣子一部戲裡面 我們不去談誰什麼事情發生是對跟錯 我們只是學習我們應該怎麼樣 勇敢的往前走的一個態度 所以人生本來生下來就是會碰到很多的很多的 有好天氣有不好的天氣 任何事情都會發生 可是我們都還是應該抱著一個包容快樂 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態度往前走 那大家說哇是不是很說教啊 然後我很文藝啊 每個人都很擔心 可是我覺得不怕 因為拍電影有很多的方式 我可以讓它美麗 我可以讓這個戲看起來好看 然後它裡面有它的含義在那邊 所以我就是很誠實地去做了這麼一件事情 說老實話 現在電影是越來越難拍 市場也是越來越辛苦 雖然大家說現在市場很大 這麼大陸多大市場 可是能夠進去大陸市場 我們進去這個影鏡片 所以為什麼最近我們大家都不停地在3D奔波 就是希望說 誒 我們的電影進去了 然後我們電影在香港 也是被學了這個香港電影節 國際電影節的這個開幕片 那我覺得都是有機會的 有機會展露出來 我們台灣可以拍出一部這樣的電影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大家都要去努力 所以我們不停地再努力 再四處奔波去做宣傳 然後我們的口碑場出來 我都覺得心裡還滿覺得安慰的 是